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丘和龙岩 遥远的古时 两条龙生活在高兴的龙丘谷 这两条龙苦心等待着寒如意珠升天的那一天 这时 有位名叫柳诗人的人住进了龙丘谷 他精通武艺 特别是射箭的技能非常出众 有一天 柳诗人的梦里出现了一位白发老人 两条龙很快会为了争夺如意珠而死杀 用剑射死他们其中的一条 什么 我怎么敢杀死龙 害怕吗 失败了 你也是死路一条 从梦中醒来的柳诗人按照白发老人说的 背上弓箭躲在龙丘附近的岩石缝隙 过了一会儿 天空响起了雷震声 突然 两条龙从龙丘生水升起 哇 真如老人所说 有两条龙 两条龙为了得到可助伤天的如意珠 开始了可怕的厮杀 六十人瞄准时机 用尽全身力气拉弓将剑射出 飞出去的剑射掉了一条龙 而活下的龙 以龙岩村南海边的龙岩为跳板 悠然升天了 龙岩是高兴石井中的第六井 是高兴郡的代表观光区 据说 至今还清晰地留着 当时龙为了升天而攀磨岩石而留下的痕迹 龙岩是和大海接壤的高约一百二十米的岩石山 岩壁像屏风一样景色非常美丽 另外 龙岩下端由怀烈的后岩壁组成 是游客和垂吊者的理想场所 还有一些为参加考试的子女来祈福的父母也慕名而来 如果来高兴的话 一定要去参观一下龙岩 朋友们 再见